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扎根真道 火出基督的生命 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好 很高兴又与大家在空中相遇 让我们一同来查考神的话语 今天我们要查考的神的话语是 罗马书十四章十九节一直到二十三节 也是罗马书十四章的最后一次 好 我们一同先来看一下神的话 罗马书十四章十九节 所以我们勿要追求和睦的事 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 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功臣 凡物固然解禁 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 就是他的罪了 无论是吃肉 是喝酒 是什么别的事 叫弟兄跌倒 一概不做才好 你有信心 就当在神面前守着 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 能不自责 就有福了 若有疑心而吃的 就必有罪 因为他吃 不是出于信心 凡不出于信心的 都是罪 好 这是罗马书十四章的最后一段 前面讲了吃与不吃 讲了守日 看这日比那日强 还是看日日都一样 然后就讲了 在圣经没有明确教导 或者说在当时 没有使徒明确教导的事情上 大家不可辩论 不可争论 要彼此接纳 因为基督徒并不都是全都一样的 基督徒只有在信仰的根基上 救恩上 大家都承认一主一神 承认自己有罪 承认一救一喜 并不是说我们做所有的事 基督徒都要一样 那接下来又讲到 因为我们都要到神的审判台前 上帝来审判我们的时候 是审判我们自己 审判我们里面 有没有恶 有没有罪 那当我们以自己为神的时候 来论断 指责别人 当我们觉得自己比别人强 甚至我们觉得 我们要对别人来负什么责任 这种时候我们就忘记了 他是上帝的仆人 这时候就是一个罪 因此他讲到不要这样做 那么这里十九节的所以呢 它是指十七节和十八节 就是神的国不在乎吃喝 只在乎圣灵中的这个喜乐 公义和平 其实就是那句话 我们要彼此相爱 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 人就看见神在我们中间 所以合而为一是教会 也就是说一群基督徒在一起 最重要的一件事 合而为一 而且是在神里面 圣灵中的合而为一 那这地方十九节说 我们勿要追求和睦的事 这里和睦呢 和之前十七节的和平 原文是一个词 叫勿要追求这个和睦的事 彼此建立德行 在原文里面 其实并没有德行这两个字 原文里面全句的意思就是 彼此建造在一起 彼此造就对方的意思 所以这里并不是说 我们要建造一个 就像我们通常认为的 好基督徒的德行 我们每一个教会 其实每一种民族的人 他对德行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 总的可能我们是有一样的 因为大家都是基督徒 同辈一宁所感 但是每种文化 所建立出来 对德行的定义是不同的 但这里没有德行 这个词的意思 在原文里面 他就是说 我们要追求和平 彼此和睦 然后呢 彼此建造在一起 就是成为一体 彼此造就对方 成为一体 使我们彼此造就 成为基督的身体 这就是十九节的含义 因着这样来认识的 十九节的含义呢 我们就可以对后面的 有更深的认识 就不可因食物 毁坏神的工程 什么是神的工程 就是我们这些人 彼此合在一起 是神的工程 因为不是说 我们每个人 就像零食一样 就建造神的店吗 不仅是在未来 也是在今天 每一个基督徒 每一个被神救赎回来的人 我们都是神的工程 而且我们这些 一块块砖头 一块块零食 要彼此建造在一起 联合在一起 成为一体 这就是神的工程 岂可因为这些食物 因为这些守日 或者因为这些知识上的 宗教知识的不同 来破坏神的工程呢 这里接着说 他说 凡物固然洁净 但有人因食物 叫人跌倒 就是他的罪了 就是说 虽然你的知识 非常准确 凡物都洁净 但因为你 所谓的 拥有了这样准确的 好像对的知识 你使别人跌倒 那么 你就有罪 因为你 以自我为中心 这叫罪 那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 是有罪呢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 使别人跌倒的时候 主要讲的是 他灵性上的跌倒 甚至使他离开神 或者动摇他里面 对救恩的信心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去 以我们自己觉得 我们是好心 而是好意 其实是我们自己 成为了神 当神 我们像神一样 来辨别善恶对错 甚至像神一样 来判定善恶对错 来判定别人的善恶对错 而且要别人 按我们的意思做 这个时候 我们使神的一只羊跌倒 那么这就是 我们的罪了 所以不是在乎 你的知识的准确度如何 也不是在乎 你所认识的对不对 而在乎的是 你所认识的 你自己持守 不要在这些 不是圣经 明确教导的事情上 你来 要别人持守 以至于 他没有被建造 反而跌倒 比如说喝酒这件事 有的教会可能 甚至使徒时代 也有喝酒 甚至有的教会 主日的那个 拨饼喝杯的 那个杯就是葡萄酒 而有的教会就认为 滴酒不能沾 各有各的 从圣经中找到的原则 但那都不是 上帝针对 他的教会来讲的 你知道圣经中 关于拿西尔人的条例 或者旧约圣经里面的条例 不能随意的拿来 讲今天 你要看圣经的前后文 所以最重要的是 有神 有罪 有救 最重要的是救恩 我们都是罪人 唯有借着耶稣基督 才能到神面前去 所以整本圣经 它的基要真理就是 尽心尽意尽力 爱主你的神 然后爱人如己 而这个彼此和睦 就在爱人如己里面 环球传播 传播主爱 点亮生命 环球传播 因此他这里讲到 无论你的知识如何 无论是吃肉 还是喝酒这些事情 吃肉喝酒 它都关系到 一些宗教的礼仪 宗教的律法条例 我们教会在过春节的时候 同工聚会的时候 会有宴席 就会拿一些葡萄酒 大家一起喝 当然我们不是不喝白酒 不能醉酒 会喝葡萄酒 庆喝 那有的教会就 弟兄姊妹也会说 哇你们教会 还一起喝酒啊 那好像是教堂里面 我们其实也不是教堂 就是饭厅啊 所以饭厅里面 不能有酒 那就他们教会 可以那样坚守他们的 我们教会可以坚守我们的 但如果我去他们教会讲道 那我能不能带瓶红酒去呢 虽然我知道 喝酒没有关系 因为初代教会 也有喝酒的 葡萄酒 但是他们教会 既然觉得清酒 浓酒都不能沾 那我去他们教会的时候 就不可带一瓶酒去 那他如果来我们教会 讲道呢 他也不可以 来了以后就指责 假如吃饭的时候 或者正好春节 看到有人带葡萄酒 就说你这就是违反了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喝酒吃肉 它不是重要的事情 但是叫弟兄跌倒的事 就一概不做 不要因为我们知识上认识了 我们就不在乎是 人家跌倒不跌倒 因为我们最终要做的是 彼此成全 无论做什么 都是为了彼此成全 让主在我们里面显为大 所以22节说 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 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 能不自责就有福了 就是说我们最终向谁负责呢 是向神负责 最终也是神向我们负责 我们或觉得可以吃肉 或觉得可以喝酒 那我们就在神面前守着 但是是只限于我们自己 不要去论断他人 也不要因自己的这个知识 来使别人跌倒 若有疑心而吃的 就他觉得 可能他教会的文化 或者他的认知是不能喝酒的 他有疑心 他不要就因别人好像可以喝 就去喝 如果他这个教会是平常都喝的 那么因为别人都不喝 就觉得哇 人家不喝是不是更属灵啊 就不喝 所以他说有疑心而吃的 就必有罪 因为你觉得这个事情不能做 但你却呢 因为别的原因 好像要跟人家一样 或者要显得属灵 或者显得怎样去喝去吃 那就有罪 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 所以这里讲的 就是23节的最后一句话 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这句话好像略微有点 不是很好理解 这里的罪 与这一节前面一个罪 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 这两个罪呢 它不是同一个字 原文 第一个罪是指罪就感 有疑心而吃 就有了一种罪就感 那就不行 这是指罪就感 那第二个呢 是指犯了罪 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 但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信心是什么 是信而顺服 如果你不是出于信神 并且顺服在神面前的领受 而去做的 那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做的 那这就是罪 所以看上去很绕 其实关键点就这两个罪 是不同的词 第一个是罪就感 因为有疑心就有罪就感 第二个词呢 当你不是在信心中顺服 神给你的感动的时候 不管为了什么原因 你去做的事 他就处于以自我为中心 就自己爬到了那个主人的位置上 不再顺服神给你的感动 你来做 那就是罪 这个罪 还是归结到了 以自己为神的罪上 所以这样说呢 我们可能就比较明白 那么最后 这一段在说什么呢 最后这一段 还是和前面的道理是一样的 保罗的书信 常常都是一遍又一遍 循环往复的讲同一个道理 越讲越深或者越讲越具体 他这一段还是在说 我们无论做什么 我们无论说什么 我们都是为了彼此成全 在圣灵里面的那个平安 喜乐 公义 我们要在神面前 坚守神给我们的开启和认知 并且顺服神给我们的那个开启和认知 但我们不要用自己的知识来强加于他人 更不要用自己的知识来使别人跌倒 好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恩主 真是何等感谢你 借着对罗马书十四章的学习 我们实在是看见 每一个人都是你的仆人 我们看见我们自己不过是一个罪人 是一个小仆人 小侍女 我们当俯伏在你面前 谦卑恭敬 我们当按照你给我们的感动 来谨守自己的心 谨守自己的口 而不要去用自己的知识来使别人跌倒 来使你的小羊们受损 亲爱的恩主 求你给我们这个智慧 属灵的智慧 如何彼此建立 一同来做成 神你要在我们身上做成的功 让我们彼此不再论断 彼此相爱 彼此接纳 彼此一同建造在一起 合而为一 主谢谢你 谢谢主用你的话来供应我们 也来开启我们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本节目由环球传播制作 我们的网址是 汉语拼音 环球传播 点 ORG 盼望您将节目转发出去 祝福更多家人 朋友 没有前辈的奉献 没有前辈的奉献 你我怎能与恩典有份 没有你我的奉献 远方的他们又如何听闻福音 让我们因这所蒙的恩 甘心乐意的奉献 与神同宫 广传福音